2月27号A股五间点评 大家好 我是旺王财经 个股连续8天比较高的正年效应 而户指呢 在高位开始横盘 这种行情如何去应对 今天五评呢 给出我的一些观点 谈一下应对策略 我们先来看一下户指 上指数 上指数日线级别 在昨天是收了一个阴线 终结了八连羊 然后在今天呢 是一个低开高走 目前是一个小K线 其实看过去的这三个日K线 实体幅度都不大 在高位隐约形成了一个 横盘震荡的一个状态 但我们可以明确的去讲是什么呢 目前是一浪的一个尾声 以及目前是处于二浪的一个节奏 二浪的一个节奏 那么二浪节奏具体会怎么走 我们谈过两种 第一种是要么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 在高位去做横盘震荡 然后呢 等二十字均线往上主动上移 这是一种方式 而要么呢 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 直接往下调 去快速的去回踩二十字均线 甚至说去回踩下方的超盘线 这是二浪的两种节奏 但总之在目前这个位置 我们不要去经追高买股票 因为一浪的尾声已经比较明确了 不要去追高买股票 而从我的主观角度上来看 我之前也反目强调过 我更希望是接下来会出现一个二浪 以空间换时间快节奏的回调 因为快节奏的回调 那么我们去低息股票的价格会更低一些 以及选股的成功率 选股的风险也会成功率更高 风险会更小一些 好 这是日线级别的一个判断 好 然后再来看三分周期 三分周期的户指 目前还是处于这样一个黄色的超盘线上方 但是震荡指标呢 已经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顶背离 在超买区域出现了油红变绿的一个调整信号 好 那么接下来三分周期的户指要跌破黄色超盘线 那么从三分周期的弱去折时的话 如果你认为未来可能是一个震荡区域的话 那么在三分周期的折时 至少要等到它跌到超卖区域 等震荡指标跌到超卖区域之后 然后在超卖区域出现油绿变红的一个信号 而这个震荡指标 那么我是使用的是这一款 大家也可以使用比如像KD 或者其他类型的震荡无数指标都可以 这个大的这样一个原理 其实都是相似的 只不过我们这个看的会更形象一些 然后在超卖区域出现绿变红 我们再关注它的一个这样一个反弹 其实反应到日线级别可能就是一个震荡区域的一个反弹 好那么这是这样一个上证指数的一个分析 然后再来看一下护时三板 护时三板指数日克线图大家看一下 这一波上涨打破了之前的下跌结构 打破这个景象位也打破这个景象位 也是打破了之前的这样下跌趋势线 所以它扭转了之前的下跌结构 亮能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放大 然后控盘度呢 在最近也是呈现出来一个多方控盘的一个状态 护时三板走的还是蛮强的 还是蛮强的 而护时三板接下来等回路 回到哪里呢 这个景象位我们画一条水平线 当着一个景线 以及下方二支均线 好 护时三板如果接下来日线级别回踩到二支均线位置附近 那么这是机会 这是机会 可以关注它往上的一个反弹 或者说在这里有震荡之后 它也会往上有一个再次的拉升 这日线级别判断 然后30分钟周期我们再看一眼 护时三板指数 30分钟周期的护时三板指数 目前已经跌破了这条黄色操板线 然后主要看它的一个震荡指标 各位我们看一眼 30分钟级别的护时三板指数 震荡指标在最近出现了一波高位的这样一个回落 从超买区域的一个红变率之后的回落 但是始终没有跌到超卖区域 始终没有跌到超卖区域 我们说等待在超卖区域的绿变红 那么现在要先等它往下继续的调整 跌到超卖区域之后 我们再去观察 再去等待绿变红信号 当然绿变红信号我们会有些要求 绿变红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会往上有反弹 它也是一个概率 能怎么样去提高它这样一个准确的概率 所以我们要求比如说红色柱要大于绿色柱 比如说它的量能出现的一些放大 比如说K线层面上要大于前两根K线的一个高度 等等基于多个维度进一步的去确认它的一个成功概率 那么这是护士散脉指数 然后再看一个是科长50 科长50指数在过去的这七八天 在这里在做横盘震荡横盘震荡 都是小K线 都是小K线 日线级别已经连续横盘了 这是第八天 量能的确有放大 但是在这里在横盘 横盘20均线有没有拐头向上 在最近才刚刚凸显出来一点点往上拐头的迹象 要不要回踩20均线 要科长50接下来至少要回踩20均线 至少要回踩20均线 大家要去等待 甚至说未来可能还要往下去 进一步的去往下去回踩下方的这条黄色超版性 然后三分周期我们去瞅一瞅 三分周期的科长50指数 我们看一下 观察它的一个震荡指标 各位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在不断这里震荡震荡震荡 载幅震荡 那么它的震荡指标 始终没有进入到超卖区域 看到超卖区域这是一条水平线 那么始终没有进入到超卖区域 说明它震荡就没有跌到劲 中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震荡差价区域 能够去捕捉到的 因为没有空间 这么小的空间没法去做 好 那么接下来等 等能够跌到超卖区域 然后空间维度稍微大一些之后 再去博取反弹 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拿到差价 因为有大空间才能拿到差价 没有空间它拿不到差价 好 这是我们去聊到了这几个指数 上指数 或是300 还有像科长50 然后我们再来聊几个板块 就聊两个板块 板块证面上我们看一下 今天下跌板块 上来板块就不聊了 你看像通信设备 汽车今天大涨 有些像汽车是连续又涨了这么 涨了5天 再加之前的3-4天 所以涨太多了 我们也不会去追 也不愿去追 也不敢去追 所以我们最近分析板块 往往是从下跌板块里面去看一看 有没有跌到支撑位置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关注 去低吸 然后第一个板块看一下酿酒 酿酒板块 我们观察一下 昨天是一个阴线 那么今天又是一个低开 低走 然后智囊指标 目前在超买区域出现了油红便利 看到没有 在超买区域出现了油红便利 好 那么这是白酒板块 要往下回落的一个标志 要往下掉了一个标志 那么要掉到哪里 那么掉到下方的20日均线 下方的这条黄色操板线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之前的这一个景象位置 好 那么酿酒板块 如果接下来往下 再掉一天 掉到20均线位置 我们可以关注酿酒板块 它的一些机会 它的一个机会 上涨 突破20均线 突破超盘线之后 第一次回踩之后的一个往上反弹机会 会不会往上大过反弹 不知道 但至少它会有一天到两天的一个反弹节奏 这是酿酒的思路 然后再来看一下保险 保险板块今天是跌了0.67 保险板块 它也是 它在超买区域出现了油红便率 日线级别油红便率 这是一个调整信号 那保险呢 我们之前讲 它之前形成了一个比较标准的 头肩底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次往下回落 这个位置是颈线位 是支撑位 以及下方的20日均线跟超白线 这也是一个支撑位置 所以等保险板块再往下掉一掉 再往下掉个一天到两天时间 比如走出连续的三连音了 连续三连音回踩到20日均线下方 我们可以关注保险的它的一个机会 同时我们在这里画一条上升趋势线 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位置附近 20日均线位置附近 好 那么这是我们通过技术面去做了分析 有朋友会讲技术分析没有用 技术分析全是画图 那么其实我认为这种分析方式 是更适合很多散户公民的 这种分析方式可以让我们更形象 更量化 更具体的去判断行情 而通过一些基本面 通过一些消息面 其实不太适合做短线 做短线 更多还是要看技术面 要看资金面 任何的朋友可以在平均打个1 任何朋友可以别打1了 任何朋友在平均打一个227 227 好 然后至于说在个股层面上该如何去把握 我们看一下个股 今天的个股是4200的股票上涨 目前是不到1000的股票下跌 依然是个股涨多跌少 依然是个股一个比较高的均线效应 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天 12345678 过去8天持续的高阵线效应 所以过去的8天 其实在个股层面上 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等低息机会的话 其实很难去等到 这种股票数量很少很少 而且如果条件苛刻的话 就是你的低息的幅度要稍微大一些的话 那么这两天几乎都选不到合适的个股 因为个股没有出现回调 一直在普涨 联系8天 所以我们希望个股能够往下有一次普跌 能够往下有一次下跌行情 因为只有出现了下跌 它的技术面出现了一些修复 而不是直隆隆的上涨 直隆隆的上涨 不敢去追 而技术面出现修复 往下出现回落 再反复之后 我们再去根据我们的旺旺三号战法 量价关系好 宠马分布好去选股 股价位置好去折食 这样的话 我们心里面会更有底气 也会更踏实 成功率也会更高 当然风险也会更小 这是我的一些思路 供大家去参考 这是今天2月27号的五件点评 最后 还是希望各位点赞关注 旺旺财经 我们下期再见